我如果是錯的話我就不會貼了 那當時候定罵錯下貼我是因為 因為我不想惹麻煩啊 我深信言論自由乃台灣民主之根基 本次訴訟本人捍衛的言論自由 就是民進黨多年來所主張的基本價值 我堅信法官會保障本人的權益 政治人物的操守及能力 本應該受到社會之批判及評價 身為政治人物理應有雅亮接受批評 而非對於手無寸鐵之人民進行司法追殺 會覺得委屈嗎 這不實際是委屈 我覺得好像非來橫禍 是覺得被民進黨追殺嗎 是有這種感覺 那未來在發文上面會更加注意嗎 我已經都不太敢講話了 那定姐會覺得說自己當初傳遞的是假消息嗎 如果是假消息的話 所有的媒體就不應該報導了 因為我在國外的資訊都是從媒體網路給我的資訊 並不是我自己發明的三千億的弊案 這些名詞是如雷貫耳的在所有的媒體 所有的網路上面爆發出來的 那麼我們在一個海外的華僑 身居海外 可是心系台灣 我們關心台灣的所有的事情 我如果是錯的話我就不會貼了 那你當時定馬側下貼我是因為 因為我不想惹麻煩 對 那有要朝和解的方向嗎 我不會和解的 我要捍衛自由 言論自由 我要伸張正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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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回來多久 我會待到投票以後 會有公開行程支持 特定的候選人嗎 對 我當然希望韓國瑜當選 韓國瑜是我們萬眾一心 一定當選 謝謝